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11月底 如今已经44岁的他们 依然以青春亮丽的形象 展现在我们面前 实在令人惊艳 虽然徐静磊和林志玲给人的感觉 共同点并不那么多 但仔细想想 却还是有得可说 比如 他们早已经功成名秀 实现了个人价值 基本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高度 一位以自己灿若桃花的美貌和智慧 继续风光在演绎事业上 另一位 仍以自己的导演才艺 享受着自己的甜食生活 另外 是人少知道的是 两位女子都有不俗的书写表现 提到林志玲 一般人也就容易想到 他当年出道时的槽点 娃娃边 探到本图 他的书写内容 字体样式 也颇有一些软绵绵 小海体的味道 稍微了解一下就知道 林志玲在多伦多大学 主修美术史和经济学 他这次会不会是故意练出来的个性体 再看看Solene烧山后 他给Solene的鼓励性 颇有种惺惺相惜的味道 相信自己 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在为你祈福 但是 只有你自己才能带领自己的身体 赶脚痛楚 这幅作品和一场那张作品一样 体现出林志玲一己贯之的书写个性 小排体 事实上 我们知道 林志玲的美貌压住了她的才气 她的书写能力也就更少被人关注 只是在一些商业场合或私人信件中 还能见到林志玲的书写功夫 文从沈梦了解 虽然她不是专业的书法家 但她这种热情还是值得鼓励的 如果说 林志玲最出色的是她的梦 那老徐最出色的 无疑是她的才 徐静雷以演艺圈独一无二的书法和导演能力 成了演艺圈含有笔尖的才女 拍电影 她不紧不慢 以平均两年一步的速度 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早已走过财富积累的时光 她现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创作书法 早年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才艺艺 是为了让家人高兴 如今我们能找到最多的徐静雷毛笔书法 大多都是她十年之前的作品 毕竟 才女之名 早已成为演艺圈的稳定 即使老徐不在书法江湖 江湖还有关于她的传闻 这不 2018年年初 老徐亲自打假 辟谣 亮出某宝站的假静雷书法 别说那字不是徐静雷本人的 就是那一百块的起拍价就够丢人的 哪个大腕儿的书法真挤 起拍价还不成千上万的 在打假的同时 徐静雷公开承诺 目前不卖书法 不卖水彩化 不卖字帖 如果市场上有 都是假的 这一巴掌 拍的响亮 与此同时 徐静雷还不忘宣传自己新的软笔静雷体字库上线 话说 有实力 当然有魅力 丛林之灵和徐静雷的对比 可以了解到 在个人的品貌之外 书法也是展现个性的重要实证 练好字 一般也会有不错的为人品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